丰隆里环保市集资源回收 只带换正品的活动 吸引超过30位民众 举公益团体色滩 拍卖各式二手衣物 手穿玩具跟小农产品 不能穿的啦 要不然就是买来太小啦 要不然可能只有穿过一次了 觉得还很新 有的是真的都没有穿过 所以我想说 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拿来回馈一下 我还蛮支持这样的市集 除了说响应环保之外 还可以做一点公益 那虽然说今天 涉湯的那个利润不会很多 但是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共襄 盛举说支持这个活动 是非常好 非常有意义的 丰隆里就会在台东繁化炉附近 居民忧心繁化炉肉启用 生活将受到巨大的影响 因此透过环保市集 希望传达资源回收垃圾怎样的概念 其实我们主办单位是反对 焚化炉的开烧 因为这开烧 其实对当地居民 就造成很大的困扰 因为我们又在焚化炉的附近 做这样的一个市集 就有这样的一个宣誓意味 我们不要焚化炉开烧 但是我们每一个市民 都要从一些小动作方面来做起 环保市集获得当地居民支持 也吸引其多民众钱来购买 而市集主张资本方法 就是推动零垃圾政策 希望立足台东焚化炉启用 接着把握台东市采访报道